改成TESTER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在旁邊插入函數 你如果對於TESTER不熟悉的話 第一個就是利用這個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文字類裡面的TESTER 然後呢 它會跟你要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的話就是哪個VALUE 指向那個G4的儲存格 那格式的話記得就是FormatTESTER的部分就是000 但是前後記得一定要加上那個雙引號 如果你沒有加雙引號的話 那就會出現問題啦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文字裡面往下拉到底 它因為是T開頭 所以大概是這一個 兩個問題嘛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哪個VALUE 那FormatTESTER記得喔 雙引號000 後雙引號 這樣就OK了 那當然你可以向右啦 向右的話就是包含那個84、007 那當然向下填滿這邊也會出現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可以套用什麼 我們直接可以把TESTER的概念套用在這裡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打TESTER 有沒有 然後前刮虎 剛剛的動作一樣 VALUE就是這個84 逗點的話呢 一樣000 然後後雙引號 後刮虎記得打 看一下 沒有 前刮虎一個 後刮虎一個 這樣打勾 這個部分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複製一下 一直從F4後面複製貼過來 這樣子的話再把G4改H4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把它向下填滿 那我們就完成這個部分了 所以公式部分填完喔 OK 那這個部分當然你也可以從雲端上面得到參考答案 其實雲端上面喔 第一個單元裡面 應該往下捲動到哪裡呢 底下的話這邊有 在這裡 在第三頁的地方 也有一模一樣的公式 給各位參考 OK喔 那請各位試著把這部分熟悉之後喔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這個 如何把它變成自動化 什麼叫自動化 因為剛剛的動作喔 我們都是需要填寫對應的公式 才能夠完成 那也就是你下一次再做 你還是需要再做一次公式喔 但如果你希望呢 欸這個這兩欄其實可以刪掉 這兩欄只是做練習而已 如果我後面是希望呢 可以喔 做出兩個按鈕 欸 所以待會要做什麼呢 寫程式的動作 那一個按鈕就是說呢 當我按一下上面這個按鈕 它會自動幫我把這個 手機這個欄位裡面的所有的資料呢 自動往下產生 下面這個按鈕的話 是按一下它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清除掉 如果我今天需要喔 有這樣的一個功能的話 那該怎麼做 意思是說我不要重複做 反正你做完一次之後 你怎麼樣把它變成式 那當然程式喔 如果最簡單的 你可以用所謂的錄製劇集 也就是說呢 Excel本身呢 會幫你自動寫程式出來 你完全不用寫任何移行程式 它會自動幫你把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記錄下來 然後產生對應的程式 你只需要產生按鈕就可以了 至於要怎麼做喔 因為下課了 我不要擔心大家下課時間 先休息一下好了 待會再繼續看喔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喔 哪可能 完全沒有 進口中 我arb�� 食器 住口 動貌 你 讓人 怖